在很多人眼中,孤独的人似乎都很可怜,他们离群而居,不与人来往,生活显得寡淡无畏,满是无人问津的落寞。 如果有一天,你习惯了身边没有人陪伴,还享受这样的时刻,那么你就真正是未来可期,退去生命里的浮躁,才能从容地去做想做的事情。 你的未来都藏在你的心中,不管走到哪里,都是希望满满的,人比人,气死人,找回自己,真的很重要,大概唯有独处,才能把自己从喧闹之中拉回来,因此说,独处是一个人的福气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。 欢迎订阅国学心旅,要想成事,必须要耐得住寂寞,左宗棠曾说过,穷困潦倒之时,不被人欺,飞黄腾达之日,不被人欺。 我们的人生之旅,恰如万里长城十三观,观观有险爱,观观有通渠,不可能一帆风顺,难免会遇到艰难险阻,我们要想通达顺境,忍耐是非常重要的品质,所谓路漫漫稀奇修远, 没有一份耐心,怎能行得通,人生的旅途,就像是爬山的一个过程,从山脚开始攀爬的时候,总会有众多阻碍,到达山峰的时候,又感觉呼吸难受。 所谓穷被人欺,达被人疑,如何才能平衡两者的关系,这就像是在打太极,必是就虚,源源不断,我们躺能思之,见之,并身体力行,必能大受避益,左宗棠说的的两种状态,说到底就是太极相生的关系, 人穷,智不穷,人贵,性不骄,独处让人醒悟,让人看清生命的真相,见自己,见天地,见众生,跳脱功名利路的诱惑,不困于得失成败,抵达高远的人生境界,忍受修行的孤独。 有位作家曾说,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,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,真正强大的人,总能在寂寞中提升自我,充实自我,下一个故事的主人公,瑞斯军士,就是这样的人,虽然是步兵排长,但瑞斯军士沉默又刻板,对待事情认真严谨,对待属下也严格到变态,没有人愿意亲近他,瑞斯极少待在营地,偶尔在的几个晚上, 他也是远离人群,一个人干坐着,当其他人忙着巴结上司时,他却认真擦拭自己的步枪,又或是钻研步枪射击的知识,当其他人三五成群地去军营附近的娱乐场所消遣时,也只有瑞斯推掉下属的邀约,一个人偷偷去训练自己的专业技能。 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别人眼中孤僻的怪人,三十岁便被列入正规军,后来还成了战时训练中心的骨干,霍德华有一句名言,假如你在世界上是孤独的,完全孤独的,你就把这种孤独用作你的安慰和你的力量。 真正强大的人,从来不害怕孤独,他们只会在别人虚度光阴的时候,屏蔽掉外界的嘈杂,咬紧牙关一步一步朝着自己的理想坚定外界,直至成为所有人眼中难以攀登的高峰,外交部长王毅曾当了八年之清,当别人打牌的时候。 他在基英语单词,别人睡懒觉的时候,他早起读书,还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,因为他做的事是和别人是不同的,所以大家都不和他来往,王毅并不在乎,懒得去经营关系,一心钻研自己感兴趣的书籍。 而正是因为这一段孤独的奋斗,让王毅的英语水平和文笔大幅提升,高考恢复后,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,最终进入外交部工作,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,狐狸和狗才成军结队,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,不是身份地位,也不是聪明才智。 而是一个人与孤独相处的方式,高质量的独处,远胜于低质量的喧嚣,当你能将孤独化作自己前进的力量,充盈自己的内心,你就会活得更加自信和从容,群居虚守口,独居还守心,我们人生一半时间在社会交往,一半时间则是与自己对话,郑国藩曾说,慎独则心安。 这里所说的慎独,就是我们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,还能坚守初心,不被利益所诱惑,这其实就是独居守心,曾国藩是晚清重臣,但却能洁身自好,不贪污,不行贿,他非常喜欢书法。 在担任梁广总督期间,有一个县令送给他王羲之的书法,异常珍贵,价值连城,他在夜深人静时细细欣赏过后,原封不动地退还给县令,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八个字,世间有物,不敢忘取。 群居守口,和一群人相处的时候要谨言慎行,该说的说,不该说的不要说,所谓祸从口出,做一个善于聆听的观众才是大智慧,自己独处的时候要乐于享受,要反思,守住自己纯善的心,独处对于修身养心十分重要。 古人认为独处可以神不拙,莫作可以心不拙。 独处之时,才体会忙碌的好神昏睡,心神一味外耻,多一世增一世的累,十亿人废一人的心,只有独处才可以省事,省事可以心轻,心轻可以神望,所以独处可以收射精神,凝聚生命的权力,耐住孤独。 庄子里有这样一句话,福须敬田淡,寂寞无为者,万物之本也。 在庄子看来,寂寞是万物的根本状态,一个人只有耐得住寂寥,忍得了孤独,才能用心经营好自己。 东宇辉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,他一直以来都是孤军奋战,从小到大,他的性格就与周围人格格不入。 当别的孩子追逐打闹时,他经常就被晾在一边,成年后,在社交场上,他也不受欢迎,没有多少人喜欢与他来往,于是闲暇时候。 他就独自宅在家,阅读,看电影,学习新的知识。 就这样,沉淀数年,靠着渊博的学识,他终于赢得了鲜花与掌声,听过一句话,所有孤寂的日子都是生命的礼物。 在这个世界上,只有坐得住冷板凳的人,方能得到才华与好运的馈赠。 德国作家黑赛,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,小时候的黑赛就一心向往自由,在军国主义笼罩的社会里。 他显得格格不入,不仅朋友和同学孤立他,就连兄弟姐妹也不愿和他玩。 长大后,他不满德国政府的对外战争,极力宣传反战思想,结果和支持战争的亲友们彻底决裂,重盘亲了一下。 他只能流往海外,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,他没有亲人和朋友的陪伴,在极致的孤独中。 黑赛把全部的时间用于阅读和思考,无人理会,他就一遍遍通读经典,与先贤交流思想。 没人理解,他便以笔为友,一篇篇打磨自己的作品,最终靠着常年累月的积累,他的小说已经发表。 便引起轰动,1946年,他凭借《荒原狼》一举斩获了诺贝尔文学奖,正如日本作家知田秀术所说,孤独是天才的世金史。 一个人的成长,必定是从荒芜与幽暗中沉淀而来,从精益求精的磨炼中锻造而来,于孤独中坚守初心,在寂寞中打磨记忆。 当你能耐得住孤寂,自会收获人生的富足与繁华。 周国平说,你只有敢于孤独,才能享受生命的丰盛。 这孤独不是心中空荡,无所事事,相反,你定会于其中有所获得,有所领悟,欢喜意之足。 在时光里慢慢沉淀,在岁月里慢慢修炼,用心做热爱的是,感受自然的声音,体会草木的深情。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,越是修心成长时,越能丰富精神世界,内心风盈笃定,前路自有风景。 这一生,我们终归都要学会和自己相处,不依恋,不惧怕,有所爱,有所求,偶尔迷茫,不要回头余生。 接受并享受孤独,给人生留白,给生活灵感,在孤独中成长成熟,找到另一个自我,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和道路,相信自己,人间值得,孤独值得,你更值得。 世界仓促,人人生,而孤独。 生命之中人来人往,有太多的过客匆匆,远来远去,悲欢离合,都不过是人世间最寻常不过的事,到头来,你会发现,最终能够陪伴你一生的,唯有自己,孤独,本就是生命的常态。 所以说,那些学会孤独,享受孤独,懂得与孤独握手言和的人,活得才最为清醒通透,因为他们知道,幸福不在灯火喧嚣处,而在于内心的自在和安宁,人生何必复杂,守住心中的方寸之地,便能自得其乐。 世界何须纷扰,在孤独中和自己对话,就能心安神定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